同学们 我们继续学习《论语》第五篇的第八句 这一篇讲了三个人 子鹿 燃友 宫西华 也就是赤 谁问的呢 跟谁谈的呢 跟这个孟武伯 孟武伯 我们也前面讲过这个人 孟武伯问孝 子曰 父母为其其之忧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要把这些前后都连接起来 这些人就鲜活起来 孟武伯是当时鲁国的三环之一 非常有权势的大夫之一 子鹿 他的名字是叫重游 这儿呢 他说 问子鹿人乎 这是称字 子友呢 他又问说 球也何如 子友的名字 燃球恰恰是名 燃球是子友的名 子华呢 他的名字是宫西赤 就是赤 这说明什么 说明孟武伯在问 子鹿的时候 尊称的是字 而子友和子华 都是直呼其名 我们知道古人的称呼习惯 称名 往往是上级称下级长辈 称晚辈 尊位的人 称这个相对低位的人 那么为什么称子鹿就是字 而不是名呢 那么子鹿呢 要比孟武伯的年纪大 那么这一段话呢 是讲 这些人物啊 出现 我们这个就像拍电视剧一样 这一集出现的这几位人物 那么在另一句话里面也出现了 就是求也退 故禁之 游也兼人 故退之 就是问了同样一个问题 老师 这个我听说这个话以后 去不去做呢 他回答 夫子当时回答 染求的 染有的 是说你应该禁之 故禁之 可是呢 回答子鹿的时候呢 就应该你回去想想 不要急着做 那么当时呢 龚西华视作 龚西华在旁边一头雾水 怎么老师 他们俩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您的回答是不一样的呢 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当时夫子就回答这个话 说球也退 这个染球呢 他的性格呢 非常犹豫 优柔寡断 所以呢 我要鼓励他 你要赶紧去做 而子鹿他的性格啊 就是喜欢我一个顶俩 特别好强 所以呢 我让他 哎 你自己回去想想 不要急着做 你看这三个人物呢 又在这儿 子鹿 夫子和孟武伯的对话里边 把这三个人物又出场了 又相当于一幕戏啊 那么里边呢 反复的提到说 这三个人人乎 能称得上人吗 夫子说 不知也 凡是夫子在论语里边 他经常讲不知也的时候 未必是孔子真的不知道 他是一种婉转的说法 而且很有可能是一个否定的说法 就是你不能说了 你不能直接说他就不人呢 对吧 你能说子鹿不人吗 你能说染球不人吗 好像也不对 你说的人吧 好像也不对 没有那么容易下判断 所以夫子讲 不知也 是一个婉转的回答 又问 他每次都又 这个孟武伯感觉意犹未尽 觉得哎呦 我没得到答案呢 我还想再问问 到底他们怎么样呢 又问 然后夫子实在绕不过去了 躲不了了 好吧 那就给你个答案吧 那么给的答案都是讲 他们有具体的哪些才能 比如说讲子鹿吧 讲子鹿的时候就是 千圣之国可使至其父也 这里至其父就是兵父 古代的兵役制度 古代打仗呢 对吧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包括打仗它是一个整体的工程 不是光捅兵 然后去打 而是呢 包括怎么征兵啊 怎么征粮啊 怎么调运车马呀 对吧 你这个平常的 这种兵的制度 是义务兵一致啊 对吧 还是什么 这个雇佣兵啊 哎 他都有相应的制度 这种君父往往是太宰的事 重游呢 子鹿呢 只当过季环子的陪陈 只当过他的陪陈 所以这儿呢 并不是说 他真的已经去千圣之国 治过父 而只是在这儿说 他有配得上太宰的那种才能 而且古代呢 是以田父出兵的 比如说你多少田地 你出多少人 对吧 你出多少粮 你出多少战车 去打仗 那么你这个管理起来 需要一个整体的制度 而燃友呢 评价燃友的时候 是说千世之义 百胜之亚 之家可以为之载也 论语里边啊 只有三个人称子 一个是有弱 有子 曾子 还有一个就是燃子 燃子 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弟子 编的这本书嘛 所以称他的时候是燃子 那么这个人非常具有正式的才能 而且多才多艺 擅长理财 曾经呢 担任济世的宰臣 在左传里边 曾经记载 公元前484年 他曾经率领左师 抵抗入侵的齐军 把齐军 这个大败 身先士族 那么他还趁机呢 说服季康子把这个孔子 迎回来 但是孔子呢 曾经说过一句话说 这个燃子非无土也 小子民谷而公之 为什么说这句话 他不是我的徒弟 大家都可以去攻打他 因为他帮助季氏 当时进行天赋改革 搞这个从老百姓那掠夺财产 所以夫子讲了这句话 那么义是指什么呢 义呢 多田 义多田少的地方就称义 家呢 就是采地啊 采义 千世之义 百胜之家呢 就是给鲁军当公义的长官 和给清大夫呢 做家臣 做这样的宰 那他是能做得了的 宰呢 如果是给军做公义的长官 那就是相当于一个县的县长 或者市的市长 而给大夫呢 那么管这个百胜之家的话 那么就是做家臣 会做一个很好的家臣 当总管 那么讲到赤呢 就是公习华的时候怎么讲呢 讲树代 就是树代就整朝服 非常看着 表现他非常有仪容 这个非常适合去搞外交 可使于宾客 宾客呢 天子诸侯的客人叫宾 一般的客人叫客 公习华呢 比孔子小42岁 非常擅长言语 就像子贡一样 所以擅长外交活动 曾经问志向的时候 他讲我可以为小相 什么叫小相呢 相片的相 说这个小相的官职呢 就是负责主持仪式 接待客人的 这样一个角色 但是孔子讲明显讲 你可以做更大的事情 对吧 你这是谦虚的说法 那么这三个弟子里面呢 这个燃友跟公习华 明显关系很好 当公习华到齐国去出使的时候 然后当时燃友呢 就跟孔子讲 能不能给他母亲 点粮食 接济一下 然后孔子说 好吧那就给多少吧 他说能不能多给点 那那就再多给点吧 可是最后呢 他给的更多 所以孔子当时就骂这个人 就批评他 说你看那公习华到齐国去 天天吃的 吃香喝辣的 对吧 那齐的那个马也是肥马 我只听过什么呢 说君子呢 周籍不祭父 你这是什么呢 杀贫祭父 应该是就那吉的 雪中送叹 而不是锦上添花 就是这样三个人物 那么这三个人呢 可以说子禄呢 是军事人才 而冉友 冉球呢 是行政人才 而公习华呢 是外交人才 其实像他们这三个 这种人才 在孔门的弟子里边 还有很多 甚至还有很多 比他们还要强 所以当时孔子准备到 楚国去 楚王也准备 封一块地方给孔子 但是他的大臣就说 剑指说不能给孔子分这个地方 他说你看以孔子的人德才能 跟他的这些弟子不能才能 那么这个将来慢慢的 绝对会成为楚国的祸化 所以楚王呢 就没有接纳孔子 所以这句话呢 孟武伯问子路人乎 子曰不知也 又问子曰有也 千圣之国可使至其父也 不知其人也 求也何如 子曰求也 千世之义百圣之驾 可使为之载也 不知其人也 赤也何如 子曰赤也 数代利于朝 可使于宾客言也 不知其人也 用一句话概括吧 那就是孔门人才积极